过几星期前 影响本港的热带气旋摩蝶 登陆越南之后 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 日前在缅甸造成最少74人死亡 而昨日摩蝶的残余环流 更加移到印度东部 并再次增强为强低气压 相当于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 那个低气压为印度东部带来大雨 多个区域需要发出暴雨橙色预警 预料那个低气压将会继续向西北偏西 移动横过印度北部内陆 并续減弱和消散